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闭边境贸易 以至于加拿大的外贸瘫痪 还有您预计边境关闭大概会要多久 几周吗 还是要几个月 我和特朗普总统早上刚刚谈过这个话题 要保证两国关系密切的经济和关系密切的人民 我们需要保证必要的物资 原材料和药品 在两国边境流通顺畅 那我们会紧密合作 持续的保证这一个通道的畅通 这些限制生效的时间会因需求所定 那我们也会同时协商这些时间 有关公布的这些经济政策呢 是否经济衰退是无法避免的 现在我们的首要任务是保证在冠状病毒期间没有办法获得收入的人群呢 有钱去生活 交房租 然后照顾家人 渡过难关 我们知道很多企业已经停工 其他的企业有大幅度的放缓 或者是干脆彻底停运 那这事会有经济上的影响 但我们也知道加拿大经济基础强劲 那不管是几周后 或者几个月之后 或者不管多久 一旦一切恢复正常之后 联邦政府投资经济 帮助企业和个人的能力 能够让我们快速的恢复 我们有能力这么做 因为五年以来小心谨慎的经济政策 保证了我们能够给快速的经济复苏 提供动力 总理您昨天提到了是否要启动紧急法案 今天您宣布关闭加美边境不必要的旅行 那您觉得什么时候应该禁止全加拿大的禁止通行 尤其是说在加拿大境内的进行 那我无数次的强调过了 我们在斟酌所有的选项 不会把任何选项排除 那么我们每天在公布最新的可行的政策 我们会继续斟酌所有需要执行的政策 以及保证这些政策能够生效的所有渠道 那我要强调紧急法案是非常重大的决定 那现在我们不认为有必要启动这一个法案 但是并不排除以后要用的可能 总理您提到了很多刺激经济的政策和计划 您将如何保证政府有足够的人力和资源 来提供确保这些计划的运行正常 因为您提到了大部分员工要在家工作 现在国内有许多家庭的收入来源 受到冠状病毒的影响 而减少或者完全消失 许多人是符合申请失业保险的限制的 那通过移除了失业保险申请过程中一周的等待期 保险款会尽快到位 许多家庭和工人是没有办法申请失业保险的 那我们实行了新的政策 将每两周给他们提供一笔收入 那政府提供这些服务的能力呢 是经过这几天精心策划的结果 因为我们知道 这不单将解决一个家庭可能面临的短期的挑战 同时这也会影响到加拿大全国国民的健康 人们在正常收入停止的同时 需要有能力自我隔离 需要有能力照顾家人 需要有能力待在家里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拨出了270亿 直接帮助受影响的企业和家庭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通过减缓税务支付期限 来让550亿留在市场内 以保证人们在下面的几天内 能够有钱支付自己的支出 以及其他的给予庇护所 给予原住民社区 以及给予加拿大儿童福利金的各种补助 以保证加拿大人能够安心的渡过难关 因为我们同样在面对这一个难关 政府将会帮助你 我们这几天做了一些重大的决定 我们在周一关闭了海外旅行的边境 那今天两天以后 我们公布了要停止跟美国之间的非必要的旅行 这几天来我们一直在跟美国密切合作 处理这些事务 昨天副总理Freeland联系了美国副总统彭斯 洽谈这些细节 因此我们能够同时有效的公布这项信息 两国在今天早上同时公布这条政策 一直在保护加拿大人的安全 在美国有一些立法者正在谈 是否要直接给美国人民发现金 可能会牺牲针对最需要的人群 但是可能可以加快给出这项支援的速度 那您决定是让人民直接联系政府 通过已有的这些福利政策来给予支持 那您是否能谈一下您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决定 而不是要直接发放现金呢 我知道财政部长马上要开记者招待会 能够回答很多这些的问题 那我现在至少可以说 这些政策尤其是有关于失业保险和失业的补助金 在下几周之内来抵消失去收入所带来的经济压力 能够有效的帮助以往有收入 但是因为冠状病毒的影响而没有收入的人群 很多在领取养老金或者是其他的各种政府补助金的人群 那他仍然会收到这些补助金 这些政策主要针对的是突然丢失收入来源的人群 我们同样的给予了企业和雇主大量的支持 以给他们支持自己的雇工和加拿大人的能力 那这些政策我们是在很快速的并且有针对性的执行 因为加拿大人是很需要这些的 针对有关跟反对党合作 有些这些法案可能要通过投票才能决定 您是否跟反对党联系了 他们是否支持您下一步的政策 参议院和众议院的领袖们都在非常紧密的合作 那Pablo Rodriguez部长和Marco的参议员 已经联系过了参众两院所有党派的党领 那我们有着广泛的合作和广泛的公开的议员 将这些政策快速的推行 从而帮助有需要的加拿大人 那我很有信心 不同党派的加拿大人在此刻 会合作保障加拿大人得到应有的帮助 明镜需要合作转发 明镜需要合作 söyleye完全感谢 感谢观看